大家好,首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荷姆斯斯蒂亞 太陽落生前,我是一個性治療師 在這裡,我們多謝SHE MUM 給了這個機會我以性治療師的身份 拍我第一條的影片 Saxe這件事,尤其是在成年人的世界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環 未結婚的可能會想 如何盡量去享受性的事情 結婚的當然要繼續享受 但也可能會開始想生兒育累的問題 而生完BB之後 性生活有沒有什麼改變? 有什麼要注意呢? 其實這些所有事情都是我經常都 很多客人會問我的事情 如果在他們的性生活是不滿意的 都不難發覺會影響到情緒 負面情緒越來越多的時候 人就會越來越貌症 會影響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會影響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情緒 影響工作效率 甚至更加嚴重的 會影響自己的自信心 會影響你的partner的自信心 這個雪球就會越滾越大 所以我奉勸大家 如果在性質方面有任何問題發生的話 都應該要找朱約人士幫忙 最多的可能是性功能障礙 例如性慾的問題 勃起的問題 高潮的問題 又或者是女士們 很多時候做愛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覺得下體很痛 甚至痛到抽搐 會不會是陰道敬戀的問題 很多很多 總之大家想到跟性有關的事情 我想我也需要處理 很多時候 大家一想起 SHIMUM 就會想 如果女士她懷孕的時候 怎樣可以 兼顧到她健康 飲食 運動 怎樣可以仍然 很融光換法 很trendy 我就會盡量在SHIMUM 在這個Category裡面 幫大家解答 你們作為媽媽 所遇到性生活上的問題 同時 例如我平時看症 遇到一些 我覺得也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個案 我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在接下來的日子 希望大家可以多看我的專欄 可以多留意SHIMUM 這個Category 如果有問題的話 即管發訊息給我 我會盡量抽時間 我會給大家解答 那這次先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